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人喜爱赴日旅游,临近的中,韩更是日本观光最大客源之一,除了普遍熟知的东京、大阪、北海道等地外,被形容为低知名度的日本岛根县近来一军突起,到访人数较去年同期大涨135%。 根据朝日新闻报道,乐天旅游最近公布一份早日旅行人气上升排行,数据显示岛根县摆脱低知名度的枷锁,以135%成长率荣获第一而后依序为三重线132%,6%鸟曲线130%,9%工程线123%,1%鹿尔岛119%,1% 报道中提到,岛根县东部的松江、玉造、安来、澳出云等地区相当受到欢迎,在JR松江战旋和松江肉道湖温泉的住宿设施,造访人数均有成长。 日本山鹰旅游事务局长世村杰子表示,这个消息让努力摆脱低知名度的他们感到非常开心,认为在现今大家会自行收集资讯的情况下,有别于人多的观光地区,像山鹰这样的景点也开始受到瞩目。